中华文明 人类归宝 如何复兴 教学 学为宪 这里是全球第一家 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涵盖如是道 全部核心内容 十五大类纲目 一百余堂大课 古今万卷藏书 光大中华文化 天下学子向往 读书 读书志在圣贤 功致书志在圣贤 功致相遇海内外的老师 声作授客 深入浅出 破迷开悟 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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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师重道 念念不忘导师慈悲教导 排出 网络教学 星星之火传承中华命脉 千年万事离不开圣贤教育 国泰民案首先要修身齐驾 祖国各地 香港 台湾 世界各地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 同步学习四海一家 共同祈愿圣贤教育 光照环宇 全球同学 万事太平 欢迎来到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建国军民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崇德新人 教学为宪 长治九岸 教学为宪 诸佛 祝福报图 教学为宪 极乐世界 教学为宪 全球同学 全球支持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龙天欢喜 阿弥陀佛 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这里是系列节目 教孩子的学问 香港孩子很难教 终极 老师好 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特别节目 为什么特别呢 今天来的这个夫妇 爸爸香港人 孩子在香港出生 是吧 标题叫什么呢 香港孩子很难教 其实难教吗 不难教 说实在话 连外国孩子都不难教 那都为什么难教呢 扎的根 种的那个种子和土壤有问题 六岁 送到传统化学校 没法教了 那为什么难教啊 我们上次听了很多 这次我们接着听 这爸爸 他是香港政府的官员 地政署的官员 小的时候 您是在澳大利亚长大 是吧 是老师 我四年级 许说 我移民到澳大利亚 跟我父母 跟两个弟弟 过去那边生活 生活很久 很久 直到读完研究生才回来的 很长时间 我们听听这个爸爸讲讲 西方社会 澳洲那边的 还美国那边的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听了之后 要深思 我们就不会再盲目崇拜 老年人很惨 很苦 是不是 很苦 我有一个邻居 他是一个传统的英国人 他有几个孩子 但是他老的以后 他都要去那些老人的 那个老人院里面住 孩子不养他 不养他 他还有点钱 他说他可以买一些房子 在老人院那个房子 他就要护士 什么照顾他 但是基本上 他都是独 跟他老婆住在一块 他们跟他儿子 都不怎么见面的 不怎么见面 我们常常听师父讲经 师父告诉我们 师父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 师父说 西方社会老人的坟墓是真的 每一天就在那吃吃呆呆的 等死 孩子十七岁 离家之后 就独立了 西方人讲这个吗 哎呀 好多年收到一张贺典卡 高兴得不得了 孩子结婚了 寄给父母一张贺典卡 贺卡 这就高兴得不得了了 就这种日子 哎 跟我们中国完全不一样 这是西方的 他们的这个这个 社会伦理 在我们看起来 这跟美伦理差不多 是不是啊 那你再看美国 那就别说了 我都有点看美国那边的那个新闻 看到美国现在那个毒品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是少年吸毒 他们很多那些毒品 有些可以在那个加油站都可以买到像毒品的东西 但是他不是不算毒品 他是在那个法律的一个漏洞里面卖一些东西 所以说想要毒品的人加油站在美国加油站可以买到 哎 但是你看他不是毒品的那个量 他有那个效果 钻法律漏洞 是吧 这都是西方社会 所以很多人学美国 我说学美国 他要以他为榜样 我说做榜样得有资格呀 什么资格 你的青少年犯罪力排世界第一 你怎么当榜样 话说回来 你怎么能以他为榜样 那把孩子往那送 那很了得了 所以我们送的是好学校 学校牌子挺好 那里的学生 啊 都是什么学生 不都是美国去的吗 都是美国的老师吗 你要小心的 是吧 你们当时全家在澳洲是吧 在那地方生活的 很开心是不是 生活确实 这个空气很好 但是现在围看起来 真的自己对于父母的孝顺呢 真的不太怎么样 因为在那边就真的没人长孝 自己自己在那边长大的生活的时间很长 所以现在回想看了师父的光碟 看到老师们的教导 真的觉得自己的那个德行 跟那个笑真的做得非常非常不好 在那个那样的一个西化的完全它就是西方嘛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 这个孩子每一天就是玩是不是 是 玩耍 游乐是吧 是 我听说那会儿你们的生活很自在 在澳洲是带着孩子也很开心 因为到处可以去玩 然后到处都是公园 人也很少 很多动物都都很亲近 人都是到到海都是很很温和 然后也很友好 但就是孩子呢 就发现越来越难管了 然后那个眼神都不对了 哦 那个眼神就是就是充满了杀气 哦 为什么 就是当就是就是那个眼神就感觉特别狠 哦 对立的 对立的 对 我们到来 我有些照片可以拿来给看一下 好 那个眼神都 而且特别爱顶嘴 那时候我们还坚持让他在读经 但他就不肯读了 不管用了 对 叛逆了 是 不就是不肯读了 嗯 我们听到这个呀 我们就又想起师父老人家的教导 西方是孩子的天堂 老人的坟墓 老人坟墓这爸爸讲了 那是孩子天堂 妈妈在讲啊 是不是天堂 师父这话里有话 如果真是天堂 怎么会老年是坟墓呢 不是天堂啊 哎 你让他使劲玩 尊重他 行了 尊重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这孩子真正的学问啊 真正人生这些吃苦他都不能做他都不能接受 谁不愿意玩啊 是吧 这是他的恶习 他就放任恶习 最后结果呢 不能成才 不能成就 哎 你们这个地方还有很多中国大学生是不是 是 哎 他们怎么样 留学区的 很多留学生呢 都是那父母的钱出去读书的 然后读书了之后呢 他们很多都是养只狗 然后就交女朋友买个车 这大学生啊 嗯 是 开着车养着狗 带着女朋友 这大学生 你说他是去求学去了 他还是去享乐去了 求大学生得有学问 得有德行 得有能力 这三样啊 你整个一花花公子 他们家里人不知道 家里人不知道 但是呢 国外的大学有这个特点 就是你如果这课考不完 你可以再再重读 啊 那就可以一年一年继续读 那就花钱 每一年一年都在这游乐呗 是 所以我想你们也是看到这个局面了 就赶紧带孩子回香港是吧 是 那么这个时候孩子四五岁吧 回到香港之后 又在哪里上学 然后我们给他选择了一家 我们那个时候还是觉得 西方的这种自由平等的教育理念很好 嗯 我们给他选择了一家 德国华德福理念的学校 华德福理念是什么意思 华德福理念是德国 一个德国人 华德福他创始的 创办的一种活动式教学 现在这种教学很流行吗 很流行 国内都很多这样的幼儿园 哦 那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 把你孩子送过去了 送过去了 哦 呃 学了多久 呃 学了一年半 一年半 是 哦 学费不少吧 嗯 学费挺贵的 一年得多少 一年得七八万 七八万 嗯 这是一个小孩子 一年级 哎 一年就得七八万 啊 怎么个教法 呃 他们属于一种小班教学 一个班呢 就是不超过15个人 要两个老师照顾 然后呢 老师呢 平时说话 说话的时候 他们很鼓励孩子 就是呃 发表自己的意见 然后老师一说完话 大家都气嘴巴舌的 然后老师也不阻止 还觉得就是小朋友们 要有自己的见解 然后还有就是 他们称呼老师 也不叫老师 就连叫校长 也是叫个小名 我们先说头一个 现在的家长 不能怪他们 实在是想把孩子教好 到处去找教学理念 因为我们知道国内 各种西方的这种教学理念 铺天盖地来 再加上一些大学的教授 他来当专家呀 充当专家呀 他在边上一个劲的 在给大家讲 鼓动大家 家长们都信了 教授说的 专家说的 最后孩子的结果很不好 他们是为赚钱 还是为什么 咱们不说 反正肯定是 钱是少不了的 而且一定比其他地方贵 这咱们不说 咱们先说结果 那花了钱 孩子能不能好啊 头一个就说这个 鼓励孩子发表意见 要有自己的知见 四岁的孩子 他能有什么知见 你说红的 他说绿的 说实在话 这一屋子孩子 你仔细去听 他连什么是善的 什么是恶的 他都不知道啊 你让他发表什么意见 你还鼓励他 他本来是错误的知见 你比如说跟家长顶嘴 四岁就搞对象 这从澳洲来的 他就带着知见来的 那个肯定 你们的香港的学校 肯定不会阻止 是不是啊 不可能说你这是不对的 不让我说 不会 他没有这个标准 他的标准是什么呢 他的标准是 你的孩子要多说话 要有自己的知见 这好像是标准 那那个他说的话是错的 是不对的 那也鼓励 把是非善恶 先放在一边 先鼓励他的这个才能 这对不对 完全错了 非把孩子都毁了不可 你等到他明白了 哎呀 我这个观念是错的 完了 十七八岁了 他已经养成习惯了 这个之间已经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了 没有人纠正他 交给的都是他的才能 让你们看 你儿子现在会发表意见了 现在会写论文了 别看他八岁 他已经能把老师都博倒了 在才能上下功夫 而不在善恶上 标准上 先立下规矩 我们说的这个 谁听不懂 有什么高深的 我们没有那些华丽的思造 这些全是经典上交达 弟子归头一句话 善恶标准就说了 弟子归 怎么样 圣人训 有很多人说了 弟子归不值得学 那是清朝一个小秀才 他穷困潦倒的小秀才 他写的 完全不懂 你看人家西方的大专家 哈佛辟邪 剑桥毕业的 他错了 这些人跟圣贤没法比 所以弟子归 开篇第一句话 弟子归 做学生的 做孩子的规矩 先学规矩 人之常情 说这孩子没规矩 没规矩 他自己会有灾祸 一脚踩钩里去了 因为他走路不好好走 对不对 他说话不好好说 人家给他个嘴巴 等他再大了 再说话 那个弟子归里边讲 他违反了 人家给他一刀 咱咱怎么来的 没规矩 这个东西 有什么难懂的 你在那胡说八道 没规矩 你有灾祸 人家 考公司 人家不要你 公务员不要你 这不就是常识 所以说 这个规矩是从哪来的 不是我李玉秀发明的 作者李玉秀 不是我发明的 先说圣人训 圣人谁 万事事表 孔老夫子 他老人家说不说自己圣人 你看论语里讲 我不是圣人 恕而不作 信而好古 孔老夫子 也不是说我说的 从自己的远古的族上传下来 孔老夫子也有先祖 那代代相传 没改过 为什么呢 圣人是了不起的 他有人就问过我 圣人有什么标准呢 我说怎么简单的说 说太多了 太高了 你也不容易理解 圣人第一个标准 没有私心 没有自私自利 没有明文利 没有五欲六尘 没有谈尘迟漫 这师父给我们讲的 是吧 我这么说 大家好懂 这些东西没有了 他信清静 他有智慧 他能够发现宇宙人生的真相 规律 他发现了 发现了之后 怎么样呢 他要把他说出来 你们不知道啊 你们不知道你掉沟里 你不知道你有灾祸 对不对 屈极避凶 这是圣人爱大家 圣人没有不爱人 圣人的第一个特点 圆满的爱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更高的全心全意为众生服务圣人 为人民服 贤人 不是圣贤 所以说他告诉给大众 然后呢 写在经典上 写成文字 那就是经典 往下传 如果这东西要是错的 也许比如像澳洲这个 你们是教 儿子教了半年就不学了 对不对啊 那父母一看着不对嘛 是不是 弟子规传到现在 三百年有了 你在看弟子规里写的话 很多都是论语里的话 礼记里的话 说明他传了三四千年不止了 所以说弟子规圣人训 圣人制定 是不是他制定发明 不是 是他看到的 传下来的 是这么回事啊 所以你说今天 西方人这么教 有个教授说东 有个教授说西 是不是啊 大家有机会总结总结 现在教孩子的方法 五花八门 没错吧 这你们知道吧 是吧 香港就更不用说了 台湾更多 是吧 怎么教的都有 而且还有相反的 完全是拧着个的 你看看 现在有好孩子出来吗 大家想想 钱我们花了不少 一代一代的 就是没有人出来总结 为什么要总结 这都是我们民族的希望 民族的 你们家的前途啊 不都在孩子身上吗 如果你们到中年以后 看到孩子败家的败家 忤逆的忤逆 你这人生有什么意思吗 这是大实话呀 所以说我们把弟子规 和你们说的这个什么教学法 西方这些教学法 我们做个比较 它那是自己想出来的 是不是啊 鼓励孩子们都出来发表意见 那是经典何在 你依据谁说的 中国人真正读书人 讲师诚啊 不敢乱来啊 所以很多人听明白我们的课程了 他不敢去四书里边去当老师 他不敢 他为什么不敢呢 他宁可刷碗去 他不敢 为什么 他害怕给人家误导 误导了 误导 误人子弟 他害怕有因果报应 那个报应很重的 不是随便就可以教孩子 收钱再其次啊 你赚到的钱是 有麻烦的凶财 过去的老师 你看他们这个都不要钱 免费的 都是圣人所传下来的 这是我们说第一条 这妈妈说了 他们这个教法很独特 鼓励着你要看清他的本质 那里边不教孩子 善恶是非没仇 标准不教 他再会 他变财无碍 那不就是个邵正毛吗 当年孔老夫子 在鲁国任大司寇 司寇就是 像司法部部长 寇是寇贼 他专门管这个 是吧 像法官一样 那邵正毛变财无碍啊 孔老夫子都说不过他 最后怎么样 被杀了 为什么 这个人在世 能把大家都说糊涂了 因为他说的全是歪理邪书 现在这邪教 多数人跟着去 他能说呀 这样人怎么办 其实方法很简单 就一条 你说你这个邪教 那个邪教 没关系 你们这有创教主吧 说是他创的 行 你去问他 你写的这些 你教给我们这些 谁教的你 说 谁教的你 大家一看 从佛经上 东抄抄 西抄抄 从那抄点 从那招点 然后他说他发明的 你这不是假的 是什么 不攻自破 对吧 所以现在就是 港台也好 内陆也好 没有把正法竖起来 正法竖起来 大家一看 你别骗我们了 你说这话是论语里的 你说这话是中庸里的 你说那个话呀 是地藏经里的 你怎么能说是你发明的呢 是不是 还没你的时候 那佛经都在呀 他不就露馅了吧 很简单的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 没有敢说是我说的 交给大家 不敢 全部都是 弟子归 圣人训 不是听我的 我是个小秀才 对 但是我把这个 总结归纳 往下传 所以家长们 选老师 要会选 在港台 在海外 你要会选 你看看 教你孩子的 这个老师 他有没有师诚 他有没有经典呢 作为依据 否则他自己 一拍脑门 今天我这么教 明天我那么教 你那孩子就是个小白鼠 是不是 做实验的吧 最后 腿一伸 你的孩子就完蛋了 他在那 最后宣布 说我们这个交法 是错误的 你们俩受得了吗 你说天下 哪个家长受得了 他说他那是错的 这个东西是传之 千年万事 没错呀 才敢用 才敢传 你们现在还敢把孩子 往澳洲送吗 为什么不敢 你们为什么在这 跟大家忏悔 还不是因为受害了吗 这妈妈 你再讲一讲 是吧 那个香港的学校 还有什么特点 叫老师直接叫名字 是吧 弟子归教 对尊长 吴春明 培养孩子的恭敬心 那边 那边不培养 破坏孩子的恭敬心 好 还有什么 还有他们就是比较 从上活动式教学 就是小朋友们 就喜欢你活蹦乱跳的 然后跑来跑去的 但是 然后也会组织大家 去露营 然后去野外 爬山什么的 你要问问这个 你花那么多钱 你先问问 这个学校和老师 你说我儿子 这辈子是不是敬爬山 他如果登山 印度园 你现在总让他爬山行 他总 你说我儿子 是不是总露营 我儿子是不是天天 这辈子总搞活动 是不是 你问问他 你天天教他这干嘛 活动式教学 我儿子不是天天活动 你问问爸爸 他现在香港政府工作 是不是天天活动 人得能安定下来 站有站样 坐有坐样 说话有说话的样子 是不是 他得有这个基础 待人接物 撒扫应对 这是起码的做人的常识和规矩 你们教不教 你不教 你竟教他上蹿下跳 将来我这儿子 这回是不是你们看见了 到这个地方来了 行了 就像照妖镜一样 这一打开 这镜子一照 坏了 我这儿子跟别人的孩子 太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天天闲不住 为什么呢 搞活动吗 学了一年半了 上蹿下跳 搞露营爬山 你让他安定下来不行 那哪个人的生活 不是安定的 你总搞活动 那他定不下来怎么办 真定不下来 这个孩子现在肃力 我们看到了 说站好了 站直了 站不直 歪的 你都找他去 你把我的孩子 脊椎骨都变形了 这难道是你这个先进 文明的交法吗 要花七万多块钱 这一年 两年花了十四万 把脊椎骨给交弯了 站没站下 坐没坐下 一身懒肉 一身懒筋 他会搞活动 谁靠搞活动过日子 我儿子这一辈子 要养家糊口 他要活下去 他靠搞活动活 谁养他 你就听明白了 所以中国古人讲的 黎明即起 不懒 要洒扫停除 内外整洁 这是人的正常生活 这是中国古人教的 他们学校的教证 而且让自己做 你不做 你不做就要触罚你 你凭什么不做 门场你敢不遵守 你不遵守 将来你有灾难 你不听话 给你一巴掌 你听话了 这一巴掌必须得给 对吧 你怎么能不打他呢 你怎么能不骂他呢 所以用这些方法 都是为了让他好啊 难道一个国家 不要把人抓 把那些坏人抓起来吗 说这人作恶 犯罪不抓他 为什么不抓他 孩子犯罪 为什么不打他 为什么不惩罚他 这不一个道理吗 你说你不管那坏人 不接受惩罚 这社会就完蛋了 一个家也是 一个学校也是 这孩子总捣乱 你不受处罚 那这社会 那这学校还叫学校吗 是不是 我们这一听这几样 就知道 你没这个必要 这这都是西华 香港那边的教学 就是这样 西方的平等吗 孩子是不是一年半 学下来越来越平等了 是 这孩子也是发现 家里的时候还好 但出去的时候 就很放肆 家里因为我们 可能有的要求比较严 他会装的乖一点 但在学校的时候 就很放肆 对 我听说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这个父母 他们是学传统文化 学佛的 让孩子 周六周日 来学学这个 背背经典 做做义工 像个人的样子 孩子 我听说 一到学校就不行了 是吧 人家笑话他 他一到学校 他也想跟人家讲英国 讲传统文化 但是 规规矩矩的 但是同学们 都不承认 然后还笑话他 还会给一些圣贤 还有佛菩萨 起花名 他就很痛苦 是不是觉得你孩子 是怪物 是 今天这个痛苦 绝对不止这对夫妇 人要学好 自古以来 离不开他三样 第一个是儒家的 你只要看看中华民族 怎么过来的 离了儒家 还叫中国人吗 还叫中华文明吗 儒是基础 然后是道家 这都是我们本生 本土的 更高的是佛家 儒是道 谁儒交融啊 过去读书人 哪儿也不读金刚经 哪儿也不读六祖弹经 不学佛的 中国的寺庙太多了 这是我们中华文明的 三个核心 儒是道 是吧 所以说 这叫学好 这叫正常的生活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特点 是吧 那么现在呢 家长学了 家长学 他为什么痛苦呢 这孩子送到世间的学校去 这孩子被人家笑话 被人家骂 还被人家欺负 为什么 你是个怪物 你说这多痛苦 孩子痛苦 家长也痛苦 你说这传统话 要不要学 你不学 人生以什么为依据 你总得有个指导方向吧 咱们下一步干什么 是不是啊 总得有个标准吧 是吧 人有人的标准 做事有做事的标准 没标准 那不乱套了吗 以恶为善 以非为事 以丑为美 那不就完蛋了吗 你说现在多痛苦 怎么办 现在这孩子 现在已经是三次教育了 是不是啊 深圳的四书教育 然后澳洲 然后现在香港一年半 学校呢 我很多时候呢 我举办一些工作方 就给家长去学习怎么样去 跟小孩沟通啊 听小孩的 把小孩的那个 听小孩的 教给家长 你们怎么听孩子的 你们对孩子要笑 还要顺 光笑不行 现在他是爹 训练家长对小孩那个情绪 怎么可以对小孩 没有不大情绪 去教他了 有情绪不行 对 有情绪不行 就是说 就是你有情绪骂他 也不行 这样子 他只照你怎么去处理 你这些情绪 那就是乖乖的呗 在孩子面前 得顺顺的呗 那那些家长都要听 是不是 是 受训 这都是学校教的 学校教的 香港孩子都怎么样 香港小孩 普遍生下的 他们很多人都有手机 平板电脑 虽然我去那个学校 是禁止那些东西 但是在火车地铁 街上面都见到小孩 都是拿着手机 拿着那个平板电脑 家长一般看到 小孩在推车里面 吵门闹 他就把那个手机 一放过去 那就不闹了 那现在 可能家长都是用这个 来叫小孩 把那个电脑 手机 全部都交给小孩 我跟你说 你见到这些家长 有机会跟他们交流 交流 跟你的朋友 你说我的孩子 很吵很闹 怎么办法呢 给手机给他 他就不闹了 他在那玩手机 你告诉他 你说这在过去 1840年的时候 中国就有这情况 抽大烟 英国人往中国送鸦片 中国人都吸毒 吸毒完了之后 他没钱买了 倾家荡产了 他在那犯大烟瘾了 在那闹发疯了 头往前上撞了 你给他弄点大烟 他就不闹了 如果孩子 离不开手机 第一个说明 他上瘾了 第二个说明 他不正常 你还过不过 正常人的日子 你看看你爸爸妈妈 现在需要什么 现在让你出去 打酱油去 不打 你打去 妈妈妈在这炒菜 那不行 我这正忙着 弄手机 这叫正常 这叫好孩子吗 咱们说 总有个好坏子 这叫 正常人的生活吗 现在把这个 当成好的 别吵别吵 给你手机 这跟给他毒品 有什么区别 家长不认为 这是错的 还得顺着他 还对他不能有情绪 那我不成孙子了吗 不成儿子了吗 儿子教须静听 儿子则顺承 把圣人所教的 弟子规 千年万事 所传下来的 全部颠倒了 那你说 我不相信这个也行 那你试试 让你儿子天天 指挥你 命令你 你听他的 你看看 周围人怎么看你 你自己是什么心情 你自己看看 让一个小毛孩子 训斥你 你是什么感受 别吵嘴 你听我说 别吵嘴了 你别吵嘴了 听我说话 但家长很多都是 现在都是离不开手机 这一般在外面 家上面 你看那个一桌子里面 都坐在吃饭 每个人都拿手机出来 就玩手机了 家长 家长也是这样子 所以家长根本上 现在社会上都是 手机都是一个 他人离不开的东西 不只是小孩 家长都这样子 你看这个家长 他看着手机 我就问一句话 你儿子谁教 你不得天天观察 你的儿子吗 你的心得在他身上 怎么能在手机上 你爱手机 不爱孩子 这就跟孩子结缘 你是在害他 那孩子怎么报复你 他也玩手机 你什么样 你死活跟我没关系 他能有孝心吗 那这还叫家吗 父子还有亲吗 跟手机亲 家长不会教了 孩子别想好 手机教吧 香港的情况 老师前几天就有一个新闻 妈妈带着儿子 去赶火车 结果在这个火车 就是在火车 在那后火车的时候 后车的时候 妈妈一边玩手机 自己玩手机 结果边看手机 火车来了 自己上车 把孩子就给扔了 孩子在下面 找不到妈妈 火车已经开走了 孩子找不到妈妈了 忘了儿子了 对把儿子忘了 忘了自己还有个儿子 就是前几天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香港的小孩 很多很小的时候 一开始追那个名牌 就是说那个衣服 要穿什么牌子的 鞋有什么牌子的 很小银很讲究 讲究这个 互相都攀比 我估计你儿子 也会受影响 是不是 就是我们一直 都没有给他买名牌 但他从学校回来 他就会说 妈妈 那个有个勾的 那个牌子 是什么牌子 我想穿那个牌子的鞋 然后他说 他说他的好朋友 今天穿来双阿迪 然后我觉得 那个有个勾 那个鞋子更好 所以他就到街上去 他会说 妈妈给我买双 那个鞋吧 给我买双 这个鞋吧 他会要求 很多的家长 因为受电视 网络 受时代的风气的影响 认为这是正常的 其实呢 这不正常 而且是很可怕的 为什么呢 孩子从小就增长 他的物欲 我们讲现在物欲横流 社会要毁灭了 世界毁灭 是因为物欲横流 物欲横流 从什么时候开始横流呢 从四五岁就开始了 就开始搞对象了 人欲就有了 培养他呀 男女的这个情欲就开始了 然后呢 再物欲 这个社会 他怎么能不乱 你们这个家 怎么能好啊 这些东西都是 圣贤教育里边 要克制的 现在社会价值观 就发展这个 认为是先进的是文明的 把人都给毁灭了 人性里边 不以这个为好 不以这个为美 这个都是丑恶的 现在倒过来了 倒过来你看 那孩子之间 他就比这个 比这个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物欲增长之后 人就没有人的样子了 这个东西是真理呀 我们看看西方 也不是说没有这些 这个了不起的人 有啊 圣贤有很多都是在宗教界人士里 有很多人 他所讲的话 跟如是道的 跟西方的这个宗教经典完全一致 通过一句话 大家把这个书看遍了 你才有资格来评判 只要是那些了不起的人 大家一定要记得 西方 我们讲西方 都说西方都不好 了不起的人 他都有个特点 一个是什么呢 仁慈 他不自私 仁慈就是不是自私自利 只爱我自己 不是 他仁慈 不爱 爱天下人 他不是只爱西方人 所以他不会把鸦片往中国买 那绝对不是圣人干的事情 那是海盗干的事 土匪干的事 再有 他们爱一切世间的万物 爱动物 那西方人保护动物 是不是 他爱周围的自然环境 他有啊 这些都是从宗教里面来的 是吧 尊贵一句话 克制人的欲望 很多科学家也讲 人类要不再不克制自己的欲望 地球已经被毁灭掉了 对吧 这是我们现在都听到的 这些话跟古圣先贤所讲的完全一样 但是你看看这妈妈讲 学校里边都在教刺激啊 欲望啊 鼓励穿名牌这些东西 大家互相比这个呀 比吃比穿的 这些东西 说实在话 都违背了 东方的西方的圣贤的教导 那违背了能怎么样 又有灾祸 有灾祸 个人有灾祸 社会 家庭都有灾祸 都跑不掉 这是实话 你不听 不听 咱们往回看 圣贤教育改变命运 那都是上台忏悔的 都是被物欲 被人欲 所害呀 所以人欲横流 物欲横流 这不是好话呀 这是骂人的话呀 但是我们自己孩子正在天天做 正在天天学 你们家长为什么不管 我听说香港的孩子还很冷漠 很酷是不是 对 很多小孩呢 基本上 有时候看到他学上的小孩 跟他打招呼 他可以不管 不理你 当地不存在 他心情好了 跟你主动打招呼 可能他想其他事情 跟人聊天 他都不理你 对 他对人 人跟人之间 走那个南部 他会被冷漠 我跟你们讲 不光是香港 现在整个的世界都是这样 内陆也是这样 你看那孩子面无表情 为什么他面无表情 个性教的 电视教的 是不是 学校教的 学校没教他 教了 那你说怎么教的呢 你要有个性 是不是 鼓励个性 张扬个性 你如果跟大家都一样了 跟弟子归都一样了 人家说你老土 是吧 人家说你这人好笑 面无表情 这都酷 你看那些明星 那些黑社会的 都这样吗 酷酷的 大家给他鼓掌 还要嫁给他 我们看到 日本的那个新闻 爱上杀人犯 日本的 强奸杀人犯 在电视里出来之后 面无表情 他当然面无表情 他是逃犯 他有什么能有什么表情 你看日本那么多的女观众 都喜欢他要嫁给他 为什么他哭 终归一句话 现在人对是非善恶 没概念 只对外在的有概念 打电骂电无所谓 只要我嫁的这个人 他哭哭的 我就嫁给他 这么个时代 这都是教出来的 让你跟父母顶嘴 父母还得尊重你 尊敬你 还得顺着你 这不是学校教的吗 这样的孩子 他能不冷酷吗 他凭什么跟你恭敬 别人都恭敬我行 好了 这个社会就是什么呢 孩子们之间 孩子和父母之间 都是什么呢 都得顺着他 这社会能和谐吗 能太平吗 我们能想象得出来 我们这期节目 时间到了 下边最后一集 我们来听听孩子 在家里面 是什么情况 家教很重要 学校教育 你看这听了半天 家庭教育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也要受到启发 好 今天到此地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节目 已经结束 让我们以 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古圣先贤的 伟大教导 感念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 慈悲教诲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孜孜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 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 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清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愿意 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 天地君清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喜心易行 国艺秋聚 弥补萌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力不起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重得心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 共同修学 恭祝您六时吉祥 到夜早晨 阿弥陀佛 你把我 你呈到我 感谢观看